美国纽约曼哈顿闹区 响彻台湾入联的口号 睽違三年 大纽约地区台湾社群 再度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上街游行 他们拉着布条 高声传达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 在一个月两个月前 裴洛西参访台湾之后 中国做了非常多非常多 对于台湾的反制行动 包含是军事演习或是经济制裁 就是各式各样的文攻武嚇 让我们觉得说 You want for Taiwan 台湾加入联合国 这个的主题没有办法被忘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年希望说 在隔了两年的COVID之后 我们可以走在路上 让大家能够更强烈的知道 我们反对中国的文攻武嚇 对于台湾 台湾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台湾是世界的帮手 是一股良善的力量 今天透过各位的大游行 我们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楚的讯息 那就是 现在就是让台湾参议联合国的时候 游行队伍从曼哈顿中城西侧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出发 经过时报广场 中央车站到联合广场 全程约4.5公里 约有250名侨胞参与 立委范云 王婉玉也和手持旗帜的侨胞们一起高呼口号 一路上不只是草包的热情 蛮重要的是 看到街上的美国人 还有很多国际的朋友 他对我们的诉求都比赞 或者是叫我们要继续加油 那感觉到 大家对于台湾的认识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是对于台湾的支持 由于我的信心 无论如何中国抑制我们 台湾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会不会让我与国家的参与联合 因为台湾是世界的国家的伴侶 友邦贝里斯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傅乐也到场立庭 他表示贝里斯一向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 为世界做出贡献 主办单位也在联合广场 安排望春风 岛屿天光等乐曲演唱 让大家感受台湾的正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